詞曲 李宗盛 像一隻雨火的風華 燃燒著生命的癡狂 她努力張開她的翅膀 變成了一雙溫柔的背彎 在無常的人生路上 忍住了眼頭的床上 她無法艱難不迴避我 堅定的眼光 凝視著前方 月天與路痰痰風霜 只不過夢一樣不在她心上 多少悲歡幾許濫散 是她堅強的 是她堅強的 就像母親一樣 不意的 恩 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坐下 买点 买点 来 喝口水 喝口水 怎么样 妈 妈 好啊 妈 妈 真是傻孩子 要是王奶奶真的给你妈妈有米粉呢 她早就带回来给你们吃了 你妈妈是骗你们的了 我 难怪妈每次吃饭都是最幼稚 如果有餐饭 妈就吃 如果没有餐饭 妈就 妈 妈 没出事 男孩子哭什么 好不好 你去擦干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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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了 一个娇弟弟的前景大小姐 被我们折磨成这个样子 真的有一天我要到地下 妈 我怎么有脸去看你的包包包包 我怎么跟他们这样干 妈 如果您娘知道 我们伺候好公婆 照顾好儿女 她们不会认我这个女儿 她们会认为我丢了她们的理 妈 妈 不要说 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我更惭愧 妈 妈 你别哭别伤心了 妈 妈 我还要死了以后 这个家 大小事也遭遇了不少 现在爸爸又生病 可是 我相信 只要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一心团结 我们娘家会再兴旺起来的 是不是 微笑 你是我们家的好媳妇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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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 fonctionne 你弊 去了 孩子们在学校的园中 也要交钱 再不开一院 这个家 我设不下去 可以 快給我 好 我不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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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小雷ado 奇怪 阿姨從來不關門的 阿姨 不要開燈 阿姨啊 怎麼了 沒有啦 是不是舒服 我沒生病 你到底怎麼了 李文傑要跟人家結婚了 結婚了 請問你找誰 不知道李文傑 李老師在嗎 他剛剛出去了 出去了 謝謝你 好 等一下我們拿這個 就像那一份好不好 表哥 你為什麼搶我的鐵圈 表哥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我要用棍子按他換鐵圈啊 打開看看 我不要 表哥 你到底要幹什麼 沒有啊 我要請他看一件東西 我們不要看 我不要你們看 媽 在幹什麼 我沒有啊 我 瑋琳跟瑋蘭都是你表妹 應該愛護他們 照顧他們 應該欺負他們 你又是他們的表哥 我跟他們怎麼樣 你真的是無藥可救 我明明看著你 拿著瞎他們 你還撒謊 哼 偽裝還不是我表哥 他去我 就沒鬼 是你話哥哥才打你的 你活該啊 瑋琳 瑋琳 以後偽裝再欺負你 你告訴我 我會處罰他 知道嗎 知道嗎 走 我們回家 嘻嘻巴拉 何事搬家 你 父侯大小 嘻嘻巴拉 何事搬家 何事搬家 母好大小 何大小 何大小 卢琳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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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秀 李叔叔 李叔叔 卢琳 老師 你現在叫我老師 老師 老師覺得很慚愧 我教了你這麼多年的功課 你居然連個基本的做人道理你都不懂 老師覺得很難苦 也很失望 文杰 不但是你舊媽 也不能隨便罵 就算你走在馬路上 碰到一個比你年紀稍長 或者是一位老榮家 不管你認不認識他 你都不能隨便罵他 你懂不懂 因為你是個人 人跟動物不同 就是在於人能夠分辨是非黑白 懂得理義廉恥 而動物除了少數幾種 他什麼都不懂 好了文杰 如龍只是個孩子 他只是順口叫叫而已 文秀 你這種姑息的想法 就是錯誤的 他現在還是小孩子 我們現在教他還來得及 他將來就不會成為社會上的害蟲 他學到禮貌 懂得如何尊敬別人 長大了以後 才會獲得別人的尊重啊 這樣子 他以後才能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這是為他好啊 如龍 老師說的都是很有用的道理 你要勞勞地記在心裡面 嗯 怎麼 你不服氣啊 你問問老師說的沒有道理嗎 好 老師給你個機會 你說出你心裡認為 要怎麼樣做人才好 如果你說的對 老師可以聽你的 但是 你如果說的不對 你就得聽老師的 好了文杰 其實你說的 他都懂 他天生就是這個倔脾氣 就是這個樣子 如龍 小孩子 天生 頑皮活潑 可以 但是不可以太過分呢 嗯 好了 好 早點回家吧 別讓你媽操心了 嗯 你看看 你對你舅媽不禮貌 你舅媽不但不生氣 反而處處為你著想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這叫做以德報怨 千萬要記住啊 好了 快回家吧 不過 千萬要記住 以後 不可以再讓我看到你對人不禮貌 否則老師絕對不原諒你 啊 好 走吧 其實啊 她是個蠻好的孩子 只是沒有家教 你這個姐姐 懦弱無能 你這個姐夫啊 好吃懶做 欺善怕惡 哎 上梁不振下梁歪 社會上要這種人多的話 不亂才怪 真是叫我威脅 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不同樣的人 你是老師 要毀人不倦 光是著急呀 沒用的 溫潔 唉 對不起 來半天了吧 孩子剛哄睡著 沒關係 什麼事啊 昨天碰到你的時候 有個事要告訴我 結果被盧蓉這麼一講 我都忘了 是不是你要結婚了 結婚 我結婚 嗯 溫秀 你別開玩笑了 我哪有結婚的打算 嗯 嗯 溫秀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上去呢 我這樣問你 當然是有原因的啊 我認為事出有因 所以我來向你求證啊 溫秀 這別人不知道 你總應該知道吧 我 害你 沒那回事就算了嘛 就像這個樣呢 其實啊 我也是愛管閒事兒 你不結婚嘛 我替你招勤 你結婚嘛 我還替你看對象 算了 你也不用替我看了 我就是怕遇人不俗 我才準備一輩子光棍打到底 好 算了 反正啊 我的煩惱已經夠多了 我也不想替你操這份心 說吧 你當我什麼事兒 你怎麼了 溫秀 你怎麼了 我來看這四個字 我是在想 有求必贏的 我有件事情 想請求我 如果她能夠靈驗的話 就完成我唯一的行願 到時候 我會來還願她 溫秀 溫秀 怎麼了 你沒好事兒 你可以在這胡說八道 瘋瘋癲癲癲的 我可忙 我要走 可是我有事情要告訴你啊 好 你說 可是不許你 不許胡說八道對不對 好 我告訴你 我為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作 工作 什麼工作 學下你的代課老師啊 謝謝你的好意 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呢 以你的學識才華 加上你的溫柔 耐心 一個好老師應該具備的條件 你都有了 你不應該拒絕 其實 我當然也希望有一份好的工作 尤其是目前對我來說 多一份收入 對我是莫大的幫助 那就對了 我也是誠心誠意 希望你能夠成為我的同事 你還記得 漢光的父親 硬倒那一天 林大夫說的話嗎 我記得 這麼說 問題是出在楊伯伯身上了 我媽年紀大了 爸爸呢又需要人陪 我需要的工作 時間不能夠太長 所以 老師這份工作 我不能夠接受 唉 有了 我可以答應你了 你答應了 那太好了 那你聽話怎麼聽一半呢 我是說 我可以幫你 挑選一個適合的人選 是誰啊 我去當大哥老師 嫂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 我從來都沒想過 我可以去當老師 倒是 你才是理想的人選呢 可是 人家不怎麼想啊 你是說 李大哥 他認為 你才合適 我心裡倒挺難過的 奇怪 他怎麼會這麼認為呢 反正啊 我的消息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只要你肯答應 聘書馬上就可以送過來 倒是啊 你的消息啊 百分之百的不正確 早 你剛剛說 什麼消息啊 哦 我是說啊 李文家結婚的事 是空穴來風 哎 又喝不上洗酒了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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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麼了 那我的洋菜店怎麼辦啊 哎 你不是說不好做要盤出去嗎 嗯 是啊 嗯 嗯 嗯 哎 做衣服啊 不是 我是聽說 你們這家店要 哦 原來你是來看店的 請隨便看 是自己做啊還是請師傅啊 我一直在別人的店裡做 我很想自己開一家店 所以到處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地方 那太好了 這一定很適合你的 我很想知道 你為什麼要放棄 因為我要去當老師啦 而且晚上我還在書店上班 所以也沒時間照顧這個店了 哎 對了 如果你們人口不多的話 後面還有兩個房間 你們也可以住在這 來 好 現在我可以聽聽你的條件 好 來做嘛 我們的條件很簡單 嗯 這個店頂給你了 如果 這裡的布還有 這些材料全部一起的話 什麼啊 我們兩個人事先約好的條件 你應該是要再給我 哎呀 條件條件 你事情都沒有給我辦好 您老是跟我談什麼條件 話不能這樣說一下 除了我阿爸那個房子 是真正我的事情喔 其他除了憨小姨子啊 這個事情 目前沒有什麼進展之外 你說 哪件事情 我不是跟你做得好好的 每一次你替我跑一起來做事 我總沒有虧待你啊 我現在最缺的就是一個老婆了 你的老婆看就根本滿街都是 是你自己不要的啊 那就是說嘛 只要我們蔡大爺開了金口啊 我那那個人可以找了一大堆 來讓你挑 就像古車這個選妃一樣 愛選哪個就選哪個 謝謝啦 我現在啊 蔡紅水墨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 我要找的老婆啊 也應該跟我的身分一樣有搭配啊 嗯 那這麼說 幹我們這行的女人 在你蔡大爺面前 是翻不了身呢 哎 話也不是這麼說啦 我今天啊 就算是再有地位再有錢啊 你也知道嘛對不對 我我我 我對你還是一樣 我我總不會 要叫你這種女人嘛對不對 是來下個人話 哎呦 我說啊 還是我們高朗好 他對我們啊 永遠比對老婆都好喔 哎 娜娜 你要知道啊 這房間裡的一切啊 都是高朗供給的 連他現在的老婆啊 都還住在我家耶 我告訴你啊 也別太生氣喔 你要是真的惹火啦 我我把你丟著 不再替你做事喔 哎呀 別這樣別這樣 算我賤啊 我天生賤骨頭好不好 哎呀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女人我偏偏都不喜歡 就喜歡你的小姨子洋漢 哎呀這一輩子啊 我要是教不上她啊 我真是死不甘心耶 哼 還真看不出來喔 你倒是挺痴心的 還是個多情種子啊 哎 啊 就偏偏這個鬼丫頭啊 特別難纏 連我這 做這個姐夫的啊 她一點面子都不給我 我對她真的沒值 所以說嘛 你還跟我談什麼條件呢 這一切啊 就是要看著啦 哎 哎呀 你要走啦 我還有一個生藥 這個生藥藥 很成功的話 這一輩子啊 我就吃 穿都不走啦 哎 你也要走啊 哎 你是晚上沒回去了吧 該回家去看看啊 哼 你們這種男人也真是的 不管在外面怎麼混怎麼玩 到最後啊 還是回老挖去收收心 倒霉的啊 就是我們 蛤 哦 你說你倒霉啊 他說他倒霉啊 說起來啊 我是最倒霉的咧 哎 這邊哭啊 那邊笑啊 那我呢 我是哭笑不得 你知道嗎 好的 你回去考慮看看 看你怎麼做決定再告訴我 原則上我是要定的 嗯 就是錢的問題 我回去再爭奪一下 好 如果你決定不要的話 你也要告訴我一聲喔 好 我會再跟你聯絡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要趕快回去告訴大嫂 我趕快回去告訴大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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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啊 能在這裡碰到你耶 哎 楊小姐你好 對不起我還有事 哎 哎 楊小姐 既然啊 我們有聯絡在這裡碰上 如果你肯榮幸散光的話 我請你去吃一碗剉邊 不必了 謝謝 哎 哎 哎哎哎哎 你要去哪裡啊 阿爸的病還沒好 我當然是回去培養老人家 哦 還沒好 還沒好你才高興是不是 我看你是全心想氣死阿爸 幸好阿爸的命大 才沒讓你如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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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樣子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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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送妳回家妳要怎麼樣嗎 應該以我來送 我來送 不要啦 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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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從這邊啊 蔡英啊 你等一等吧 蔡先生在叫三輪車了 你看看啊 李大哥 李大哥 你怎麼那麼晚才來啊 對不起 我有事情耽誤了 楊小姐 請上車吧 蔡英啊 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是跟我約好了 一塊兒到你家去的嗎 可是他們偏要送我啊 李文傑 你這是英文不散的 什麼傢估演都能碰到你啊 彼此彼此 我也有同感的 我 蔡英啊 姐夫告訴你啊 就讓蔡先生送你回去 車子已經叫來了嘛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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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你要搞清楚嗎 這裡是講自由法治的國家 你想耍流氓 那你就至少麻煩 蔡先生 不敢 不敢 楊小姐就由我送她回去了 你沒有什麼意見嗎 這 應該的 應該的 楊小姐本來就跟你有約吧 好 我們走吧 你請 你請 好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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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回來 李文傑 李文傑 好了啦 你兇什麼啦 人都走了你還兇 你有本事你就在那邊去兇 哎呀 真壞呀 哎呀 真壞呀 看到這種人渣 我就火大了 要不是碰到你 我就慘了 哎 韩顏 像你姐夫這種人啊 不要看他會唬人啊 事實上 他是有勇無謀的傢伙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死計算計人 我姐夫真是又叫人同情 又叫人生氣 被人家利用了還沾沾自行 真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哎 韩顏我問你 你嫂子跟你說了沒有 你是說去當代課老師啊 是啊 你願意過來做孩子王嗎 願意啊 只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大嫂比較合適 為什麼你不找她要找我呢 是她這麼說的嗎 嗯 她也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你都沒想到她 哦 怎麼說的 李大哥 為什麼你會認為我大嫂不合適 就憑她那口標準的國語 就比我強多了呀 其實啊 我是顧慮到她要照顧家裡 要照顧孩子 還有照顧你爸爸媽媽 別說這些了 你還沒告訴我 你願意去救嗎 我的洋柴店都已經頂出去了 真的啊 嗯 這麼說你答應了 我想試試看 那好極了 歡迎我們的新夥伴 好了 我們就在這兒分手了 我想這個杏菜的大家不會追來了 李大哥 你不到我們家去坐一會兒啊 不行啊 剛才碰到你的時候 剛辦完一件事兒 要趕到學校去 還有兩堂課要上 那就不勉強你了 替我問候伯父 告訴她 我有空會過去看她 嗯 哦 明天到學校來跟校長見見面 好 拜拜 嗯 哦 老樣 功效 這點劈來了嗎 안녕好了啊 你看 你那胖沒瘦 老樣子嘛 对对对 是老样子 不过你躲了一条腿 我躲了一条腿 这真是 真什么意思 老公 他说你躲了一个拐杂 对了 老王啊 你这是什么朋友 你竟然挖过我 我就把这只腿扔了 我走给你看 不要看 老样老样 好了好了 我还给你是脑子弯的 我还忍错了 行不行 看你笑的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跟我自己的健康 开玩笑的 我有老婆 有小孙女 有这么好的媳妇 我不为我自己想想 也要为他们想想 对对对 怼机了 怼机了 对的 我要回去了 回去玩了 老婆要念经了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慢慢骑啊 好 好 伟中跟伟零快要放学了吧 是的 我们去接他 好 好 我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都美了 娶了你这个女人 碰上个老怪物 出出看我不顺眼 现在可好了 又来了一个李文杰 更厉害 只要碰上他 准没有好事 李文杰 你脚扭伤是他害的啊 那不是他还有谁啊 这个人也真奇怪 他看我们一家人是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 他对文秀那三个孩子 把他们当宝贝一样 我们卢龙在他眼里什么也不是 不是啦 昨天还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 尸宝 你把他装死了 你忍耐一点嘛 你忍耐一点嘛 李文杰 你今天欺负老子 昨天竟然欺负小子 你跟我接住 早晚有一天我会对付你 早晚有一天我会对付你 阿芳 妳可要小心一點 李文傑跟漢英相處得不錯 萬一將來真的李文傑做了妳的妹夫的話 對咱們可沒有一點好處喔 好愉快喔 跟我們都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他不欺負如荣就好了 他要是敢欺負如荣我第一個就不會老他了 下屁股 下屁股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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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啊你 哥 哥 你在做什么啊你 哥 我先吃饭去呗 不要 来 放你那边了 你做什么啦 小心点啊 小心点 你到底做什么啦 我不要啦 哥 放你那边啦 快点啊 哥 哥 我一块啊 哥 哥 你小心啊你 哥 你找我 哥 喝米粉 告诉妈妈去 来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吃点瓜子 瓜生 阿婆 我们是散散步 来看看你随便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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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韦中跟韦灵你 你接着干什么呀 就是嘛 阿婆 你这样客气了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是是 一年东西也没关系 大家都是老朋友 都是老鼠逼嘛 对 辣麻辣辣辣辣辣辣 这个一点不足钱的东西 来 吃啦 小孩子吃啦 今天天气那么弱 赶快去拿汽水啊 那我拿汽水 那我拿汽水 没关系啦 小孩子喜欢喝那个 来 汽水吧 来 好 谢谢 谢谢 好乖 好乖 说谢谢啊 不出来啊 好 来 好 来 他自己来啊 来 老爷 真的气势啊 不错啊 你身体好多了 是啊 你们这些好朋友在啊 就是要我上天了 我也舍不得呢 其实啊 我的运气还不错呀 老天哪 虽然带走了我的独生儿子汉光啊 可是又给我了一个好的媳妇儿 这一次啊 我生病啊 挥着她啊 在旁边好好地调养我 走走走走 爸 别说真心了 这 文秀 有什么关系不要男为情 你阿爸说的都是实话 是是 妈 在外人面前别说了 好了好了 不说就不说啦 人家说啊 家伙伴是兄啊 我看你们杨家喔 老得那么朱祥 小得那么孝顺 嗯 你们不出几年喔 一定会发起来的 哈哈哈哈 阿夫嫂啊 谢谢 谢谢你的经验 其实啊 我们也不贪心啊 只要我们一家呢 能呵呵气气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呢 我们就满足了 你说阿夫嫂 听阿夫说你最近常回娘家 是啊 因为我娘家住在基隆啦 以前喔 要回去娘家一趟喔 要花很多时间耶 那最近比较方便啦 又多开来一条什么麦帅公路啊 那一下子就到了啦 所以他有空啊 就回娘家去看看啦 不是 是啊 像这样的大路呢 一条一条的 修起来 码头呢一座一座的开放 我们的社会经济呢 很快就会发展出来 是啊 那以后啊 我们会更有钱喔 是啊 那有钱才好啊 我们大家啊 生活才会够得更好啊 是啊 有钱是好啊 不过阿夫嫂她 你以后就要小心喔 为什么要小心啊 你有了钱啊 人家说奶奶会发心的 对 怎么说到我的头上来呢 我有这个恰伯伯老婆啊 我才不敢去发心啊 海叔老爷啊 你最了解我啦 假如你想去发心啊 我就让你眉心 把你的心给你搁起来 好了好了 阿夫她们还要做生意 我们可以走了 没关系啊 多做一会嘛 多做一会 下次再 那我回去啊 好 谢谢啊 老杨啊 慢走啊 好 回来 回忠伟 你们怎么到现在下课啊 您阿公阿嬷等你们好久啊 来 回忠伟生 阿公能走得温落 高不高兴 阿公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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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家了喔 我 等一下 我也该回去了 哥 等我 等我啦 哥 陆冬 你真的看见了啊 真的呢 陆冬 你是说伟中 你看他去偷米粉啊 漢房啊 这文秀的家家不是很严吗 哦 他的家家好 我的家家不好啊 嗯 哎 乌龙阿 你是真的亲眼看见 伟中去偷米粉啊 是真的啊 我看得清清楚楚 伟中偷了米粉 放开他的触摸客里 我又是想老外 吃饭了 好呐 先吃饭 吃饭 来 围忠 围忠 吃饭了 我马上来 快点 快来吃饭了 走 来 妈 嗯 我吃不下 怎么了 不舒服 没有 好吧 你待会儿饿了再来吃 阿公阿嬷 你们慢吃 味道 等下饿了再来吃 好 妈 我也吃不下 你怎么了 我 小孩正在长的时候 要多吃饭 乖乖吃 乖乖吃 我又多吃饭 你可爱是吗 我是 也是 你可爱是 每天 都 阿姨 嫂 难得看你这么悠闲 在这儿乘两 阿爸的病好多了 杨才丁也快挺出去了 而且我要去当代课老师 比较轻松啊 你答应文杰了 现在杨家 有两位教书的了 你说我跟阿爸 曾经听汉光说过 在日记时代 大家要学日文 还要学日本名字 可是爸爸 去办了专教汉文的学堂 他自己教汉文 爸我认为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延续下去 不应该终止 更不应该当假日本人 是啊 阿爸就是看不起 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好好的中国人不当 要去念日文 而且还改一个日本名字 爸爸就是不喜欢 所以才把哥哥送到北平去念大学 要不然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位好嫂嫂呢 那我也不会有你这位好妹妹了 妈 妈 人家多说了 这个天底下最难相处的就是姑嫂 像你们这样的姑嫂 真是嫂见 妈 那是因为你跟阿爸好福气 如果我们姑嫂不和的话 总都把家里头闹得鸡犬不宁了 可不是吗 这一家人相处啊 就是最重要的是和气 妈 你坐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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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